Hi, 大家好 欢迎来到Hi-Fi发烧台 我是Li三伯伯 如果大家有留意YouTube的Hi-Fi发烧台 以及Facebook的Hi-Fi发烧圈 都应该知道我最近换了一部后级 这部后级是来自日本TAD M78S的立体星后级 这部后级其实我两年前 都已经拍片跟大家分享过 当时我都很喜欢 终于存了两年钱就可以把它买回来了 亦有很多朋友问我 这部后级到底好不好声音 很坦白,如果不好声音我都不会买 还有我都觉得有时声音是很主观的 可能每一个发烧的口味都会不同 所以大家我觉得最好都可以亲身听一听 去感受一下,看硬不硬的口味 不过在这几天我听下去,我都听得很开心 不过今次的影片的主角并不是这部后级 是我身边这部同样来自TAD的D700 这个CD,SACD机 这个同样是来自厂方的Webfin系列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今次听了这部机后 会不会跟这部后级一样令我中毒 那就不要走开,继续看下去了 而且在这条影片未开始之前 先多谢大家一直支持Hi-Fi发烧台 如果你看着这条影片还未订阅 就快点订阅吧 因为要有你的支持 那时我才可以再拍多好片和大家分享 我之前访问了这个TAD的社长 尊谷慎二先生 所以对他们公司更加了解 也知道他们是一间像人的公司 在制作每一部份都相当细心 好像组装一部器材 他们会事先数齐所有螺丝的数目 当组装完毕之后 发觉如果少了一粒或多了一粒螺丝 都要重新再安装过 而且每一位安装器材或喇叭的员工 全部都要很严格的训练 和考获工匠级的资格 才可以做这个工作 而且他们的员工 如果可以负责装器材和喇叭 在这个工作服上都要有一个像的标志 可想而知他们真的相当认真的 今次试听这款TAD的D78 其实都一样是由工匠级的员工 去组装出来的 而且装这部机 其实基本上都由一个员工去完成的 而且这部机其实就是这个D600的后计机 之前那部已经是2010年推出的 所以都超过10年了 也应该看到厂方设计这部机的认真程度 如果看外表 这个D700和上一款的D600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而最大分别就是这个底座 而这个D700底座的纹理和D600不同的 原来这个底座的纹理的灵感是来自于日本城堡的石墙 看上去真的相当之漂亮 而且摸上去也很有质感 真的好像艺术品那样 而且这个柱里的底座也有很高的抗震特性 而且里面还有一块6mm厚的杜铜钢板 也可以抑制震动 而且令到这部机的重心更加低 而且度同也可以令到接地的阻礦可以降低 来提升这部机的宁静度 至于这部机的细节和基本的设置 我都不逐一讲了 我用画面来跟大家分享 这部机有一样东西我想提一提 就是它没有USB的数码输入 这方面我也有问过这个樽谷慎义先生 他的答案就是为了好声 D78 但相比起D68里面都有不少地方提升 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个数码时钟 用了厂方第三代的UPCG效证时钟 将这个震动器升级到超高精度的SC-cut 石鹰晶体震动器 明显将CNV降低来提升的音质 至于什么是CNV呢? 这个就是Carrier-to-Loin ratio 这个数值越低就表示Jitter越低 数码的噪音就越少 D78的CD-SACD的10音部分当然都有升级 机身的基本结构就是用了Pilea开发的转盘 也将里面的组成部分变为金属 以及用了无限共额的光学技术 令到这个读取信号的精度和稳定性都提高 托盘就用了铝合金造成 以及整个托盘里面都有特殊的黑色涂层 来避免这个镭射光速的扩散 来提升光头的读取精度 以及这个SACD的机械部分 按入和按出来都非常稳定 相当之静 真是一种很高级的感觉 D78里面用到的零件不单只是高级 以及全部都是经过有认证的工程师 亲手去减算和配对 而音频电脑上高的讯号路径 都是最简单最直接的 尽量减少失真和内座 用了两颗Burrbound PCM1794A的DAC 用这个平衡方式去接驳 来提升线性、减低失真 加强动态对比 和TAD的工程师在设计D78时 都想尽量减少磁性的影响 最后造成一个非磁性的讯号路径 虽然Burrbound这粒晶片 看上去的数字只有192kHz 24bit 不过它对这些级数 不能单单看这个数字 和这粒Burrbound的晶片 一向都出名靓声 和很有analog的味道 和大家看看这个TAD D78 这个分体电源 大家都知道了 分体电源有什么好处 就是不怕火牛和电源部分 会影响到主机 自然噪音会更加少 背景会更加静 不过这种做法 亦都会令成本提升 好像现在这个TAD D78 分体电源有机壳 就是用了一个铸铝方式去做 而且如果以用家角度 亦都要预留多一个位置 放在这个分体电源 而且厂方就跟了两条 1.5米长的DC线去连接主机 这个DC线我问过厂方可不可以订长一点 他们就说如果加长就会影响到声音 虽然说分体电源的震动 是不会影响到主机 不过厂方都想尽量减少电源自身的震动 所以跟主机一样 整个电源部分都装在柱铝的机壳上面 来抑制不必要的震动 而这个分体电源的底部 都有三只一体成型柱铝的钉脚 令到这个分体电源更加稳定 至于这个分体电源里面 就有一只400VA的环油 如果以SACD来算 都相当足够 还有环油里面的线圈 是直接连接到这个电源的电路 可以减少引线和接线 来提升电源的纯度 还有所有的线耳 电路板的连接位和螺丝 都是用了非磁性模样和它造成的 连最轻微的磁性影响都可以减低 还有看见这个电源部分 基本上分了三个部分 最前面是环油 接着分了两仓 分别供电比模仪和数码 每一组都有3只4700mL的电容 还有见到这个电源部分 里面的保险丝都有些特别 好像加了一些矿物粉在保险丝里面 还有见到电源部分 里面的适当部分 都做了一些屏蔽和吸震的处理 真的相当之细心 这次试听这部D78 第一样令我最惊喜 就是很够静 真的背景很漆黑 而且黑得来不是那种死死实实 是一种通透感 可能大家未听过 真的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如何黑得来有通透感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如何表达出来给大家知道 我打个比喻 就像大家看这个影像 看到这个影像的黑位 不是只有黑字 其实里面也有些细节有层次 这部D78真的可以表现出这个感觉 D78它不是硬把信息捋走它 而营造一种静的感觉 它真的无论在电脑上高 以及在机械上 都完全没有添加到雜讯 去到放大电脑上 播音乐的时候 自然那些最微小的变化 都能听到 就像播一些音乐里面的空间感 那种气氛和氛围 它都很容易表达出来 当我听一个人声 特别一个女声 我觉得这部D78 那些声底 是不算很厚的声 之后我都花点小时间去适应它 但当我听多了不同种类的人声之后 我就发觉原来这种厚声 可能是我以往听到一些CD机 不多不少在这个音色上高的添加 声音乐 When she blows, we'll fly, fly, fly Yesterday and tomorrow 虽然很多厂家都会标榜它的器材是没有音色的 我今次听完这部D700 我真是领略到一部没有音色的CD机 今次试听了这部D700 一开声已经有一种大机的风范 音场是很定的,密度感也很高 播音乐的调理也很清楚 而且反应速度也很快 所以帮播一些比较复杂的音乐 都完全考不到它,层次感也相当之好 当播一些交响乐,去到大爆棚的时候 都完全不会有乱的感觉 而且整个音场在喇叭后面一字排开的感觉 是相当精彩的 听到这部机,我也有这样的表现 除了分体电源之外 跟这部机做得够扎实都有关系 因为就算开到很大声 声波都不会影响到这部机 即使用这部机 即使用这部机 C78的SACD机 我觉得它的声底 都跟同厂的M78S的后级都很类似 所以我都很喜欢它的声音特性 而且这部机如果以分体电源的CD机来计算 我觉得可以说是完美的 我都很喜欢 不过还有一样东西我都可以改善 就是当我们放一张CD下去的时候 我发觉它不能显示到这张CD 总共有多少首歌 还有它的总播放时间 因为我常常都要测试这个CD 我觉得如果有这些资料都很重要 它只会显示到 设到这张碟就写到一字 还有在000这个时间显示 这方面如果可以改善 我都会更加好 还有这部机 另外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没有USB的数码输入 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 这是缺点 但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是好处 当然这件事大家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就可能代表这部机 不适合你了 今次试听完这部机 我觉得就算我还回后 我都会念念不忘 不过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响了 好了 今次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记得分享、订阅、按赞、 HiFi、发声台 还有记得叫你的朋友记得订阅 因为要有你的支持 我才可以继续做多一些好片 跟大家分享